各位企业大家好 在现在我们要说的话题之前 我们已经说过了 争先恐后 为期上很重要的一个信念 就是建议大家随时都想着抢先手 还有一个就是战争和平 一定要根据情况来发动你的战争 不能怎么说呢 就是拿着刀枪就上大街 不能这样 还有就是叫做 请销打入 也不要看见对方成空 我心里就着急 总觉得我不空 我的空不够 有的时候呢 是让对手在他合适的范围内 他应该获得的利益 让他成空 要承认他的利益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进攻防守 当然这个也是要根据周围 以及全局的情况来进行选择的 这个攻防呢 有的时候还会自然的转换 其实这个道理想一想 也很容易明白 就假如攻和防都可以转换的话 可不是这个境界就宽多了吗 视野也开阔多了 此外我们还说到了 腾罗借力 借力是围棋当中 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一个 本质性的东西 就是下棋光是自己下 你想达到你的目的呢 是没那么容易的 所以骑士两个人下的呢 当然就要靠借力来达到一些自己的目的 腾罗呢 他的手法也很漂亮 但是使用腾罗的时候 请大家还是要记住 一般来说是在敌强我弱的时候使用 同时呢 腾罗他的目的是为了要借力 现在我们要说的一个话题 就是围棋当中的捕捉战机 就是捕捉战机 因为盘上呢 有的时候他的故事呢 他的态势是和平的 那么这个时候捕捉战机 就变得比较有意义了 在捕捉 有些情况下是没有战机的 看不见的 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要通过侦查敌情 这个无是生非 来制造战机 其中有一个手段呢 就是适应手 适应手这个俗语呢 我们的器友大家一定是 至少是听过的 也很直观很容易理解 顾名思义就可以明白 就是试探对方的应手 根据对方的下法呢 也许我就有战机 也许我就会获得利益 我获得利益就算了 我可以不打仗了 那么如果我没有获得利益的话呢 也许就要打仗 那么打仗呢 也是由于我这个试探 应手创造的这个作战的条件 此外呢 还有一些叫做战机的选择 战机的选择有几种 有些情况下呢 是比方说敌人的棋子 本来他先天的就有些缺陷 那么这个算是我的一个战机 有的时候呢 是敌人的很多棋子 他的配置啊 有些问题 配置有些问题 那么我们要用 经过水平的提高 要用敏锐的眼光 发现到这些 他配置有问题的地方呢 然后 在经过初击之后呢 获得利益 从而呢 确立盘上的优势 下面呢 我们就先说一说 这个试探应手 因为以前呢 也有机会给大家介绍过试探应手 总而言之 要强化这个试应手 侦查敌情的 这么一种手法 他的对他的印象 希望我们大家以后在实战当中呢 经常都能自己下出 试探应手的好棋 当然在战机当中还有 有的时候比方说你忙了半天 你追赶敌人的一支队伍 或者是他的头 他落伍的一些战斗员的话 那么人家本来就是想弃掉的 以为着人家的弃子做文章 显然是没有意思的 所以呢 要捕捉战机呢 是应该抓住敌人 他不肯弃 弃了觉得难受的这些棋子 来做文章 还有点意思 现在我们先看一盘棋 来感受一下这个 侦察兵试应手的 这么一些棋的味道 那么假设一盘棋的开局是这样 实际上呢 我在棋友的对局当中呢 看到过这样的对局 看到过这样的形状 所以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这开局倒是非常好理解的 下一招棋黑棋挂脚 接着呢 白棋到右上角挂 这个也容易理解 现在现代棋呢 挂脚 他选择挂脚的先后次序呢 不一定是先选择小木的一方 他也可能是选择新位的一方 挂的时候黑棋印 然后白棋再转到右下角挂小木 黑棋下一招在中间去加工 与其说是加工呢 他也可能是一种分头 总而言之呢 他就是把白棋的这两个子隔开 然后呢慢慢的看有没有战机 白棋考虑到这个子是全盘最弱的一个棋子 假设我们这个要判断强弱的话 我出一个题 现在请大家考虑白棋的强弱情况怎么样 那么如果大家能这样回答就最好 就这个子最弱 其实要判断强弱呢 如果我们对强弱是心中有素的话 实际上在对局 就是我们自己下棋和欣赏棋局的过程当中呢 都会增加很多趣味 很显然你需要当务之急是需要安顿那些弱势群体 盘上的弱势群体 如果这个弱势群体你不打算弃掉的话 这个子就是最弱的 为什么呢 它的上边有两个黑子 它的下边有一个黑子 这个黑子加工的方式还是拆三的加工方式 那么白棋要就地生根呢 看上去还要稍微费一点劲 你说这个子也弱 确实也弱它在黑棋的两个子的加工当中 但是它仅仅是两个子啊 这边是三个子啊 还有这个子它的生存空间比较大 它下一步愿意的话 一拆二这块棋就活了 就基本上活了 因此现在白棋呢 它安排的当务之急是这个子 那么它处理这个子的方式呢 是用了一个所谓腾挪接力的方式 拖 然后再搬 当然你说起来这个方式 什么腾挪接力了 什么根据强弱的安排 根据强弱我来安排棋子的时候 先后有序了 说了这么多 有些棋友就是说 你这个摆的不就是一个简单的定式吗 那确实它也就是一个定式 黑棋叫吃 白棋在街上 但是对于简单的基本的定式 我们大家 我建议大家除了 你要最基本的 你要会 除了会之外 还要能够感受到 它普通招法背后的含义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举一反三 以后没有碰上定式的情况 我们也可以处理的很正确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它的所以然 黑棋接上 白棋爬回来 下一招棋 黑棋在立 这个子现在不能被它吃掉 必须要立 才能具备进攻的条件 这个就是一个 基本的定式 暂时告一段落 接下去 究竟应该怎么下 其实是根据情况不同 有各种各样的下法 比方说 我现在就说白棋要脱先就可以考虑 反正我这已经撅进去了 你要吃我 你没有一招棋 就可以把我弄得死死的 让我没法动的这种悬点 你比如我就再来安排 这个就是可以的 接下来黑棋最凶悍的下法是刺 刺它就接上 没关系 反正边上它有一只眼 外边有一个头 这个头不是特别畅 但是有一个头 而且这个子我还有个加 还有种种的借用 有腾罗借力的余地 所以我暂时脱先 大概不会出人命 没有什么大事 可以考虑 那么实战当中 白棋下白棋的一方 是下了拆一 一看这刀棋 我希望我们的棋友 在这一瞬间 你反应一下 感觉一下 恐怕有些棋友定金 一看 对 这刀棋很容易理解 不让它点刺我了 然后我一猜疑 我自己安定了 同时也有几目棋 算是把这块棋 总的来说安定好了 那么肯定 我相信 大多数棋友 对这刀棋是认同的 是赞成的 没问题的 其实我也大体上赞成 但是要说起来 现在这个局面 对黑棋来说 就出现了一个 涉及到我们所说的 适应手的这么一个问题 而且这个题材非常好 联系到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棋型 我的建议是白棋不走 这个根本就拖先不理 反正黑棋下一招 他也吃不死我 他没有一个下法 可以一招就把我置于死地 没有 那么大大方方的 走这个就很好 好 现在走了这个 那么这个试探营手的机会 在哪里 接下去黑棋最好 当然你下这个也可以 你就下这个已经很大了 比刚才白棋走过来 一出一入 双方一比 这个价值就出了很大 没有问题 这个也可谓有一定的战机 也不错 可以说是平平常常的一百分吧 但是如果知道试探应手的话 那就要再加十分 这个具体的手法就是从天上压 压过来 这招起好 真是太有味道了 白棋当然要印 怎么印呢 最干净的印法是接 但是这一接呢 突然发现怎么白棋边上多了一个子 当然这是黑棋天上多了一个子和这个边上多了一个子的交换 但是这两个子的交换一看就知道 黑棋位置高 这个阳面影响大 一旦从这挂过去的话 这个子作用就太大 挂完了 一拆回来上根这个模样很可观 很漂亮 所以这是白棋亏了 一接就是鱼形就亏了 不行 当然这个也不行 活是活透了 但是太屈辱了 这个回合交换亏了就不行 围棋的回合多了 黑棋下一招白棋下一招就可谓一个回合 如果每个回合你亏十分之一目还得了 一盘棋下下去有一百个回合 那你说你要输多少 所以不行 那么白棋它一定会鼓起来 这是最紧凑的定型方式 鼓起来 鼓起来这黑棋的下一手就很有意思 对金型有一点感觉的棋友 就知道黑棋这个斑比较有趣 为什么呢 它眼睛就紧盯着二路的透点 而不是叫吃 而不是叫吃 这个挺有意思 你叫吃它接上没什么 但是有这个透点的话 它这个子就可以拉回来 所以有一定金型感觉的棋友 就知道一压它一虎 空头一搬 这个算一招不错的 接下来白棋会搬 让黑棋就会高高兴兴地考虑 这个二路透点的问题 并进行策划 可是仅仅具有一搬的水平 知道这个下法还是不够的 因为你搬完了之后 你点它就接上 你虽然留有二路拉回来的这个余地 它就接上 下一步它一般仍然要吃掉你 下一步天上一般一巴掌抡上去 黑棋这两个子就大亏 所以现在黑棋立刻就手忙脚乱了 既要注意上边的头 同时心里又惦记到 我这个要是被人家吃掉 我忙了半天也没什么意思 因此呢 仅仅知道这个感觉 我想说还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呢还不够 而这个不够呢 距离不是很大 你再细心一点就找着正确的结论了 什么结论呢 就是天上一压 白棋一虎 在这一瞬间黑棋点刺 这个最好 就一压过来 他一虎我立刻点 我看你怎么下 是他应手捕捉战机 你看他说我接这个 接这个好啊 他就拉回来啊 你在把这个接上的时候 黑棋就非常有心情 把这两个子也救回来 你救回来之后 你边上只有一只眼 你刚才你看 你拆了一之后 怎么会让我把你的根还给你撅掉了 天上呢 你当然跑 是可以扬唱而去 黑棋就不管了 黑棋现在在这就暂时不管了 先拆二 这个拆二比刚才的拆二要撞得多 关键是白棋这块棋啊 它是叫理论上不活啊 现在你要吃它 当然你花两手也吃不掉 但是你理论上不活 随着棋局的发展啊 有可能这个地方将来就成为我的猎物 有可能 你这个子就不好乱动了 暂时一推移过去 中间的棋子增加了 你这块棋就是没活啊 所以这一点的时候呢 白棋接上黑棋 又拉回来的这个选择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 我一拉回来 你接的这一瞬间呢 我先不顶这个和你这个交换 我先拆二 我反正这个已经拉回来一半了 你什么时候要搬 吃掉我可以 但是你要花一手棋 可不是黑棋也是便宜了吗 所以这一点的时候呢 白棋它有三种选择 就是第一个呢 是接这个 第二个接这个 第三个挡这个 它总要走啊 你不走不行 不走立刻一断吃 一爬过来把你全吃掉了 因此看上去 这个街呢 它是明明白白的 被黑棋便宜了 那它这个要是高手的话 它尊严都受不了 所以它自然能够想到的 就是挡下来把你吃掉 吃掉 这吃掉之后 下一招黑棋再从天上搬 这个棋真太妙了 再搬 我看你怎么走 那么接下来黑白棋有几种下法 你首先不理不行 不理这个我们谁都看得见 桶上去一叫吃 是双叫吃 不行 不是这个被拔 就这个被拔 那就下完了 就没法下了 必须要理 怎么理呢 你本来这个软头非常想搬 这个双叫吃仍然没有改变 它还是双叫吃就把你大尾巴给你一切 你就完了 所以 它不能搬 不能搬怎么办呢 接这个 最干净了 但接这个再一看呢 怎么被人家压了 这个搬了 这个你还接到这 黑棋要愿意 天上一跳又把你封进去了 这个外事不仅仅对这个子有影响 关键是这个外事 对于上边发展起来的时候这个影响太大了 同时这个外事对中府也有影响 那当然这个就莫名其妙 怎么刚才这个棋行轮着白棋下拆完衣之后 现在还被黑棋从外边给它卷进去了 那当然不能接受啊 同样的道理 这个也不能接受 这个还多一个叫吃呢 它更完全彻底的把你封住了 不行 怎么办呢 唯一的选择是团 团肩膀 这个团这个 不要说它天上一般 你横着一团这个已经很不舒服了 关键黑棋接下来还有好棋 它就叫吃 你必须接上 好了下成这样之后呢 我们要讨论棋手的尊严问题了 怎么下成这样之后 白棋出现了一个刀把武 这边又两个刀把武 两个大鱼形 它这个尊严和心情都会很难受 不仅仅是这样 关键是呢 黑棋下一招紧凑的压过来的时候 白棋仍然没有棋下 非常难受 你固然可以拖鲜 但是一旦被它一下从这样捂进去的时候 黑棋这个外事又完整又漂亮 而且还有棺子的搜刮 从这一拐过来棺子的搜刮 这个头被捂进去 它难受 所以白棋想出头 问题是这个头怎么出 你说你这样出 靠出来 它就给你挖断 你突然发现 怎么你里边是紧着气的 你叫吃它接上 你还得补齐 那这个不行 肯定不行 从外边叫吃也不行 它接上你马上就要补齐了 因为你的气壮紧了 所以这个出头不行 那么这个出头怎么样 跟刚才一样 它断完了之后 下一步这两个都是先手 你这个只作战 黑棋显然是不怕的 你要尝它就飞 这个作战 黑棋这子力多 黑棋有力 所以它是这个搬也不行 这个靠也不行 难道你说白棋只能走这个吗 看上去 白棋是只能走这个 走这个那就 黑棋已经走得太便宜了 这一代 飞这个都可以了 蜻蜓点水 飞这个都可以了 不一定要走这个了 它下得轻一点 这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利益了 只要上边一得到这个 这个大厂就 罗养黑棋就肯定有力 相当不错 还有脚上要收关的时候 将来这个一拐过来 价值超出想象的大 你肯定不理它 你不理它再一搬 你吃它再吃一提 再一看它这块白棋 只有一只眼 忙了半天只有一只眼 万一这个只在被它拉出去的话 你整块棋还要受工 关键是它这个拐木数本来已经很大 所以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 所以通过刚才那些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适应手的手段 它不仅仅可以创造战机 甚至它直接就可以得利 它直接就可以得利 那么压完了这个二路的点 当然它是一个适应手的组合 就是必须要从天上这个压开始 压完了再一点 这里边还有一些 我表达不出来的音乐当中的节奏感 有一种这种感觉 我希望哪位棋友能够跟我有共鸣 因为我这个已经很难把它表达清楚了 毕竟对音乐我不懂 那么它除了试探应手捕捉战机之外 有的时候直接就可以获得利益 所以这一点希望我们大家 以后在对局当中能够下出来 当然了 开始压的感觉 是需要一些 怎么说呢 这个棋力的一些累积 一些积累 一些积累之后 你会产生这样的感觉 回过头来看 在这个情形当中 至少我们可以记住一点 反正我们知道这个情形当中 这个特殊的定时当中 以后这个猜疑要警惕 尤其是人家这边游子的 情况下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天上有个压 这个压过来很难受 最终也许逼迫白棋 在它压的时候就不得不接这个 那黑棋仍然很舒服 高高兴兴拆二就行了 那么如果我们大家平常有了这些 对于这个棋的一些 一定的敏感性的话 我相信我们就可以在实战当中 以后也下出我们自以为得意的 试探应手的好棋来 除了试探应手捕捉战机 还有一些战机它就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它的出发点 比方说就是盘上的一些对方不能弃掉的棋子 不能弃掉的棋子 他弃之难受 这样的棋子我们围绕他来做文章 还有一些本来他这个棋型就有问题的 他的棋型本来就是一个弱性 这个我们就一定要注意 这个就一定要注意 我把它补好了消除敌人的战机 如果是敌人这样的棋没有补 那么我去冲击的时候这就是我的战机 这跟适应手创造战机有点不一样 举个例子来说 这样的布局比较常见的 就是这边就不管它了 这边它是背向小木 这边有腥味 然后什么时候黑棋挂了白棋这个小飞了 黑棋再拆起来了 这个布局是经常常见的 经常都可以见到的 那么在有些情况下 白棋就会二将高挂 因为考虑到黑棋在这一代子力毕竟比较多了 那么你用一种最紧测的方式去挂 从道理上来说 你肯定是要受苦的 这你肯定要受苦的 所以他就用宽松的下法去挂 他希望人家走这个他宽松的拆 这样还不错 甚至他希望人家走这个 他暂时保留不走了 当成对无忧脚的尖冲 把自己当成吴清源 也有可能 因为这招是吴清源 吴清源大师的招法 每当下了这招的这一瞬间 都有一点点 好像我自己是吴清源的感觉 也有可能下这招 那么黑棋什么都不硬 而直接加工的可能性也有 什么脚上的硬法 它都不硬 就直接加工也有 接下来就会有一种下法 也有很多下法 其中有一种下法就是飞鸭 这个下法是日本的两位美学骑手 可以说是最早下出来 或者说他们觉得比较可以接受的 一位是大族英雄 一位是武功正术 他们两位都是比较讲究骑行 讲究平衡 讲究通盘考虑的 当然他们力量也很大 只不过他们日本骑手的这种力量 它是确实不到不得已的时候 它不会动杀心的 一般是这样 它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看上去是有点亏时空的 但它的意思就是 我只要把你控制你的发展 同时摆脱你对我的追击 从全局利益出发呢 它觉得这样下就可以 但是从局部利益来说呢 这个下法确实是嫌 时空有损失 很简单的道理 下成这样之后 一看呢 黑旗角上是十目朝外的铁控 差不多十二目旗 铁控 白旗外围这四个旗子呢 一个也没有 一目旗都没有 好像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引起话题的一个定型 但是我以这个定型 姑且不叫 它定式 以这个定型呢 来说事儿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对方骑行有缺陷的这么一些骑 它的战机存在在什么地方 其实这个非常简单 我相信我们今天的骑友啊 大家基本上都是知道的 因为有个口诀嘛 就叫逢方必点 一旦有方 一旦有机会 点方肯定是不错的 但是说到点方这个骑行的一些问题呢 主要是强化我们大家的意识 就是对于对方有缺陷的骑行 我怎么样 能够有机会冲击他 好 现在我们再回到这个骑盘上看这个形 黑骑飞过来了 这个很常见的骑行 下一招骑白骑该怎么下呢 其实呢 尽管有一些灿烂的漂亮的下法 也有些问题不清楚的下法 但其实就是这个补方 自己把方跳好啊 就是本手 因为你已经下成这样了 已经露出了这个缺陷了 这刀骑把它补好呢 确实就是把拳头缩回来 当然也可能你这个拳头缩回来 永远打不出去 但是现在你必须要先把它缩回来 不然你一旦遭到他这个点啊 这个骑就非常难下了 所以在这个方形当中 白骑几乎现在 你既然要选择这个飞压的定势 你选了这招骑 那么你还是回过头来补方比较好 这个例子呢 就是说先天的这个骑行有缺陷 这方形呢 一定要注意 尤其是在人家周围有骑子的情况下 这个方形一定要注意 这个就是所谓 我们在捕捉战机的时候呢 对于有缺陷的骑行 你要攻的话 要盯着他 你要守的话呢 要注意防守 这个比较有代表意义 希望强化一下大家的印象 下面呢 我们再看看另外一种 就捕捉战机当中的 所谓叫做 利用对方不能弃的骑子做文章 有些战机啊 它是存在的 但是我们高手也忽略的也有 这样的例子对我们大家呢 也比较有用 我给大家摆一盘 这个这样的骑 就是在04年维甲联赛 这个赛场上出现的一个骑例 这盘骑呢 白骑是聂未平 黑骑呢 是刘士正 刘士正呢 是青年高手 聂未平吧 当然就不用说了 白骑是聂未平 他通过这个意见高加的方式 这是 呃 04年5月份下的 黑骑 意见高加这定式飞出来的时候 白骑一小接 这个都是双方的意见高加定式 没有什么特别大不了的 只不过呢 白骑就有一瓶稍微下出了一点新鲜的下方 他就是在这边不走了 尖起来就上边拆 下一招白骑再挂脚 他为的是速度比较快 黑骑刘士正这个尖 呃 用显微镜看上去呢 挑剔起来看 他稍稍有点问题 因为尖的目的是为了不让人家飞压 或者是不让人家做文章 但考虑到黑骑这已经很厚了 白骑永远不可能来飞压这个 因为这个出现的外事呢 没有什么作用 既然对方不可能飞压 那么我现在就没有那么着急的去监的这个需要 主要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 这也是堂堂正正的一手 这个白骑拆边黑骑再挂过来 黑骑刘士正以左下角的欣慰为中心向两翼张开 虽然这个幅度太大了 有点像 昆蓬展翅九万里啊 太宽大了 但是呢 他毕竟是一个大模样的架子 黑骑走完这个的时候 白骑挂 然后黑骑二路飞收根 希望让白骑在这一带做活 黑骑给他施加压力之后 壮大下边 这会儿呢 白骑又一平立刻又转到下边 转到下边的时候 黑骑仍然用一种 他采用的这个方式 就是死死的盯着实控 同时呢 不让你伸根 用这种方式来处理 拖 白骑扳 黑骑退 然后白骑这块骑呢 又需要处理 他用一个猜疑的方式 黑骑坚决不让他伸根肩顶 白骑再长起来 下成这样之后 黑骑下一招出头 因为他不能让白骑从外边有机会连上 刚才连不上 有切断 有搭出来 现在他这边走强了 他可以连上 所以黑骑在他要连上之前赶快给他飞断 下一招骑白骑 你有一平呢 就安排这一块骑 这合情合理的 因为面临对方的进攻啊 我先处理一边啊 那个怎么相对比较轻 结果刘士正紧追不舍 这招骑紧追不舍 按说呢 他也有他的意境 就是我自己有一些 这一代有一些不太满意的东西 但是我想催促你来帮我补 你来帮我补 这就是所谓借力 只不过他这个借力呢 不是通过腾罗的方式来 来这个达到这个目的的 他是以这逼迫的白骑 威胁的白骑 让白骑来帮他安定 但是他有这个意境呢 也有一点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由于这样的 骑左边的配置啊 太宽阔了 你在这一代增加的棋子 增加的再多 一旦被人家在左边这一代 随便给你一做活的话呢 你刚才做的这些棋子 可能这些棋子就做了无用功 或者说效率比较低 或者说有某种类号 他的问题是在这儿 所以呢 黑骑本来应该考虑另外一些下法 或者是直来直去 就把左边一代补起来 也可以考虑 这个补也可以考虑 这个补也可以考虑 这一类的 当然这一代来飞 也是可以考虑的 总之 黑骑就有这个意境 接下来就是 黑骑通过威胁白骑 要想达到一个借力 安顿自己的目的 白骑呢 这会儿发现 因为纽约平的大局非常好 他这会儿突然发现 有一条阳光大道 什么阳光大道呢 就是不管我给不给你借力 只要我自己这块去安定好 安顿好 只要你这两个棋子的作用不太大 因为他会腾出手来在左边去破坏黑棋的阵势 只要我达到这两个目的 我大局就行了 就可以了 所以接下来白骑的下法是 急 然后天上再一鼓 这就是实战的下法 但是他在这个局部 他确实是中了刘士正的圈套了 他不是帮黑骑走好了吗 黑骑下一招飞进脚 白骑还是以大局为先 我只要把他走后 连成一片就可以了 那么黑骑在一尖 白骑在一退 实战的情况就这样 刘士正的仍然觉得现在我去自己经营左边 他觉得没有借力不好 不好经营左边 因为这个所谓借力就是 如果白骑这块不太活的话 我能够牵制着他 我左边自然长大不是很好吗 但他现在没有借力 所以他与其选择哪一个方式经营左边 那么费劲还不如简简单单 哥伦布素鸡蛋一样 把二十多目齐先拿到手里再说 这三三也很大 一间了这这漏了 白骑这个全空了边上 实战的进程就是这样 然后白骑在左边 六一平从这条骑一进去之后 这个就不叫倾销了 这叫打入了 这一打入进去之后 左边白骑活骑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去是黑骑一爬挡着不让他活 白骑当然一跳就扬长而去了 就跑了 这样全局就基本上是平衡的 就是平衡的 这就是他们下骑的一个过程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后来六一平九段做了反骑 他就说这个地方 我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而这个机会正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要叫做捕捉战机 他要抓住的对象是对方一个不能弃的棋子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 六一平九段他的反省是什么呢 他就是说因为当时过于注重大局 实际上聂老齐当然是很高的 毫无疑问 但是他常常他没有能把他的水平全部发挥出来 也是在于在小的地方他有点太不注意了 他说这个地方六九段的反省就是 我现在应该下的是什么呢 就是紧紧盯着对方不能弃的一个棋子 把文章做足 捕捉这个战机 这个捕捉战机 并不是说发现对方一块棋 我立刻就把它吃掉 捕捉这个战机 不是这样 而是利用这个先做文章 当然你要是不理呢 我也不反对把你吃掉 就是我坚冲 你不理我下一条切下来 这个切下来才受不了 无论是黑棋怎么下 哪怕你靠出去 他搬一下你一尝 他把你切下来 由于这块白棋啊 黑棋吃不进 自己还有毛病 那么这个黑棋也是很难受的 很受不了的 所以他应该先点 假如黑棋确实 除了这个靠没有更好的反击方式 刚才那个图当中 白棋这个挤还是先手 所以黑棋几乎 他也不能走这个 走这个白棋最凶悍的 还有挡下去呢 你天上班他地下班 这是最凶悍的 这个就是一个战机啊 就是利用对手还比较弱 这个只有不能弃的时候的一个战机 那么我一点 你只能爬过来 而且在很多情况下 天上一尖冲 人家一爬 好像白棋还有点亏了什么味道的感觉 亏了什么味道呢 还亏了这个呢 所以实际上当白棋点的时候 黑棋80%以上会高高兴兴的就从地下爬过 好 这个爬过情况又不用 又不同了 他仍然是利用对方啊 不能弃的棋子啊 把这个文章要做够 捕捉战机 他在顶 黑棋在度过 但是我想跟我们的棋友说的就是这样的下法 这样的下法顶成一个紧棋二指头 这样的手法呢 对于我们今天的棋友呢 千万不要误导 多数情况下自己去找成一个紧棋二指头都是属手 只有在这个特殊情况下呢 这个棋叫好棋 确实是好棋 希望大家在别的地方不能身搬硬套啊 这个地方 这样的棋啊 好 他一点一挡一顶 你必须度过 天上再搬过来 这黑棋现在在这个局部他不能动 你九阶级没法动了 你说我团 我不让你把我这个打虾 这个眼 一定要把这个肩膀给他顶起来 但是呢 被人家二六搬的时候 你就避免不了余行啊 这是刀霸五 梅花六都是他 你挡住他叫吃街上 那就白棋边上也快活了 随便补一个 你仍然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黑棋呢 肯定是会飞进脚上去 这会儿白棋再叫吃 黑棋再街上 好了 下次这样 我们再来感觉一下 发现呢 白棋天上也算是连上了 马马虎虎 跟刚才那个奇形相比 也算是连上了 再看黑棋可不一样 黑棋有什么区别啊 黑棋怎么少了一个尖三三呢 就算你这拐一下 他跳一下 一样的 他也是连上的 问题不大 白棋这个形状也不错的 和刚才那个奇形相比 活生生的少了一个尖三三 换句话说 白棋是否捕捉到这个战机 利用对方不能气的一个子 捕捉到这个战机啊 和后来实战松松垮垮的 以大局为重的下法 这么走过来啊 差了一手棋啊 差了一手棋啊 差了一手棋 如果你要把他这个意义夸张一下 就太大了 其实对我们棋友来说呢 经常大家对这一手棋不是太在意 你比方说 我一块棋已经差不多活了 如果你从高水平的眼光来看 已经活了 我肯定就不走了 但是有的棋友一看 哎呀不放心 我再补一个吧 哎反正也没什么 我就补一个吧 补一个就多花了一手棋啊 那么我们的棋友可能不太在意 但实际上 世界上棋盘上 什么棋最大呢 就是一手棋最大 你说我吃掉一条 一百目的大龙 是有木可数的 它可以数字化的 一手棋是无价的 它的价值可能是没法数字化的 所以一手棋是最大的 因此呢 希望我们棋友以后要注意一手棋 这个地方你也老得反省 就是我插了一手棋 插了一手棋 怎么对子棋的棋手就变成让仙了 本来让仙的棋子变成让梁子了 这一手棋距离可太大了 所以这个地方要是抓住 捕捉到这个战机 然后利用对方不能弃的一个子 把文章做足的话 就会吓成这样 这个就白棋就太漂亮了 跟后来完全不一样 跟实战完全不一样 这缺了一个三三 缺了一个三三太吓人了 将来白棋要尖着三三 有机会再挡下来 先手把这个吃掉 这个脚肥都不得了 所以就是 这个算是一个捕捉战机的这么一个奇例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奇例 这就是 刚才说了 捕捉战机 第一个可以通过试探应手的方式 在平静如水的这么一种形式当中 制造出战机 或者直接就获得利益 第二个就是有些骑形是 它先天性有缺陷 比方说这种方形 那么你要防守的时候 要注意到别人的点方 你如果要捕捉战机 要进攻的时候 这个战机是存在的 你就可以直接去点方 那么还有一种 就是利用对方完全不能 弃之可惜的这么一些棋子 他几乎是不能弃的棋子 做出文章捕捉到战机 这个例子就非常具体 下面这个例子 就是关于有些敌人的棋子 是整体的结构 它的整体结构显得 整体这个配置不合适 棋形结构 比表面上看上去那个问题 存在的要严重一些 利用这些问题做文章 也可以获得利益 这也是捕捉战机 从战略上来说 非常好的一种方法 下边给大家介绍的棋是在04年6月8号下的 它是第五届春南杯世界赛的八强赛 这个春南杯是 第五届春南杯是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棋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因为进入前八名的棋手当中 中国棋手占了六位 中国棋手占了六位 而且都是年轻有为的这些高手 韩国棋手李昌浩就像他过去经常干的事那样 他也进入了前八名 另外还有一位代表日本出战的张许 他是日本的本应坊 以及另外几个比赛的冠军 可以说是日本棋界的代表人物 他也进入了前八名 那么在八强战当中 我们中国的昌浩和李昌浩 他们俩就碰在一起了 下面我就通过他这盘棋当中的一个局部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棋形他的棋子的配置 他不是说孤立的一个棋子他比较弱 他也不是说好几个棋子组成的棋形有缺点 而是整个棋子的配置他有问题 那么高手发现之后予以冲击 最后获得利益 确立了优势 这盘棋是经过拆先之后 李昌浩执黑棋先行 黑棋下了一个小木 白棋长浩也下一个小木 下一招黑棋是对角小木 相向 同时对白棋这个小木来说是相向的小木 这样相向了之后 下一招就是同位 相同的位置 谁先招手谁有利 就是这一点变大 所以白棋立刻就抢占了这个角 挂角 黑棋李昌浩占了一个新位 下一招白棋再从这挂角 白棋到现在为止是以左上角一个小木 为基地两翼张开 两边都去挂角 黑棋是以右下角的新位 也是为基地 两边都是小木 假如棋局下到现在为止要评估的话 可以说全局是速度差不多 但是黑棋的实控有力 如果我说这个评估的结论 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 但是我是有理由的 为什么说黑棋实控有力 因为这两只脚黑棋的位置 都是三四线坚固的偏重于取地的这么一个位置 而白棋的这两个子 它的位置都是偏重于取边上的势力 或者是中辅势力的这么一个位置 既然是这样 当然是黑棋的实控的痕迹量要多一点 但是棋局是会变化的 仅仅是这样的评估意见 还不是那种数字化的统计表 那还不能说明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大家能这样看棋的话 我觉得就会好一些 就趣味多一些 下一招黑棋挂角 白棋一间高加 黑棋从上边这一带的背后 进行工坊转换 它是工坊转换 它的语言就是你盖住这个 对左上角一个子威胁固然大 黑棋再拆过来 如果你要愿意吃 你吃着这个黑棋又转到这来了 这个棋形一摆出来 我相信大家又是似曾相识了 这就是在前边几个话题当中说到的 在伊田忌基和曹勋玄对局当中 这个工坊转换的这个例子 就跟这个大同小异 这盘棋 当李昌浩在这上边要转换的时候 长号是紧追不舍 不让它转换 既然是这样 黑棋在左上角一带 它就突然之间变成了三打二 它刚才的弱势 现在就变成强势了 稍稍强一点 白棋爬 那么黑棋再搬住 下一招白棋再切断 下一招白棋切断 黑棋再退 这个算是特殊的定型的 基本上是定式化的进程 白棋下一招尖角 黑棋把这个子就蒸掉了 这打吃过来 针子肯定是黑棋有利 它就蒸掉了 但白棋也获得了边上班的一些 怎么说呢 可以说是利益吧 这个地方长号显然是下了决心的 就是它爬完两个之后 因为你不爬的话 脚上有点不太干净 爬完两个之后 本来白棋可以选择的下法 当然比较多了 但是还是想围绕这个曾子 来做一些文章 实战呢 长号也做了曾子的文章 但是他下了一个决心 就是先把这个班下去了 因为这个班呢 也有可能亏损 也有可能亏损 总之 长号跟李长号下呢 他发现必须要有一些 果断的精神 就是原来呢 觉得有些棋像这个棋 他就不肯搬 因为搬了时期变化 也有可能亏损 他就保留 现在呢 既然要挑战嘛 要向李长号挑战 要向他学习呀 那么就可以果断一些 不要那么瞻前顾后 好 现在总而言之 搬了加了 加完了之后 白棋来引针 下一步这个只要逃出来 他用这个方式引针 这个地方非常微妙 这个问题很微妙 包括白棋究竟用什么方式引针最好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 黑棋用什么方式解消这个针子最好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黑棋如果立到这儿的话 用这个方式来解消引针 脚上显然就要出棋了 脚上这个味道就太坏了 而这个子你要跑 他一叫吃再一加 实际上你是跑不掉的 总之有很多微妙的因素 在这儿呢 就不多说了 长号在这儿引针 李长号把它提掉 像这一下法呢 这个过程呢 主要是对我们棋友来说呢 可以说是一目了然 实际上呢 李长号和长号 他们这两位高手 在有些地方是相似的 就他们的棋呢 确实说得上是行云流水 清清楚楚 尽可能是下成这样 那么你要 这个子你把我针掉了 我要引针 非常好懂 兼冲心味 这总是创造了 真子有利的条件吧 那么你要跑真子呢 我最简单 我也不用别的花招 我就崩的一身把你拔掉 你总跑不掉了吧 这个就比较容易理解 白棋 兼冲完心味之后贴下来 然后黑棋加工 又是一件高家 刚才是白棋用了一件高家 现在黑棋还一个一件高家 这个在高手对弈的时候呢 心理上的这些交流啊 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 有的时候会起着 左右自己的招法 和左右棋局形式的作用 在本局当中 李长号这个一件高家呢 显然就是特别有说法的一招 在此之前给大家介绍过 就李长号在国内两次翻棋当中输给年轻棋手 几乎要把它戏剧化的说明一下的话 几乎就是输给了对手的一件高家 几乎有这样的说法 然后呢 在左上角这个对变化当中呢 就是由长号的一件高家引起来的这个变化 所以现在呢 以其人之道环制其人之声 或者说呢 我受到这个一件高家伤害最大 所以我也要用一用 等等说法促使了李长号下出了这个一件高家 但是没有想到下完之后 李长号自己的反省就是 这里一件高家是问题手 这招棋一下完呢 他这局势就不好了 什么理由呢 就长号一跳出来再一反家的时候 黑棋这个子啊 没有有利的后续手段 想要攻这几个白子呢 没有很好的棋 后来放弃了进攻呢 白棋又太舒服了 所以他这招棋呢 应该二件高家最好 这是李长号的反省 好 现在白棋一跳出来一家 局势已经变得对白棋若干有趣了 下一招李长号回到右下角啊 把这个补一补 当然这个究竟是一件高家 还是二件高家 实际上呢 如果把它说到底呢 也有一点点像 涉及到这个棋子的配合 一个是我的棋子和我的棋子的配合 还有我的棋子和敌人棋子之间的距离协调 也可以说得上是配合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个也算是一个对于棋型认识啊 希望对我们的棋友 大家能够有某种帮助 白棋从这拐过来 黑棋爬 这个爬是倔强的一手棋 李长号可能由于这个意见高家下得太意气用事 所以现在他对局势有点反省 他发现这个局势啊 有点吃紧了 盘上的蛛丝马迹啊 一些蛛丝马迹 对于这些顶尖高手来说呢 都会有信息 他都会有反应 本来呢 这个棋这个拐是属手 他的好棋呢 他的手筋的下反应该是二路飞最好 但是我估计李长号是怕这个二路飞啊 他要摞后手 一摞后手一旦被白棋从这一线走过来的话 他好像要失去一个叫做 主导权 或者是这个地方已经吃了亏了 他这个形式就会恶化 因此呢 他干脆用属手的方式 就是为什么这个飞会 可能成为后手 而这个拐就肯定是先手呢 是因为拐 如果你不理下一招 无论是他搬起来还是飞起来 跟这个飞啊 对白棋的魄力都是不一样的 影响力是不一样的 好 所以在这里 李长号不息下出了属手 长号一搬 他再一搬 白棋再一退 然后黑棋再一爬 白棋再一退 这个当然白棋高兴 黑棋你要愿意你爬多少 白棋就退多少 这个就 我相信我们的棋友一定联想起了一句 围棋的谚语 这就叫棋子延边活也输啊 你在边上下的太多了 你活了你也输了 因为你效率太低了 所以他爬了两个之后呢 赶快不爬了 李长号赶快把这个尖起来 这个尖起来实际上是先手 他是说我下一步叫打路你 这个打路就严厉了 而且这个尖起来呢 远远的限制白棋 这个外势的作用的发挥 所以他一尖起来呢 长号意识到形式不错 所以稳健的补了一招 实际上这刀棋凶悍一点 也可以不补 也可以不补 我就不补 我抢先在这动手也可以 长号就补了 因为觉得形式不错 下边李长号在这在定型跳 然后按照定时呢 白棋再拖过 因为这个定型白棋已经很满意了 长号认为这个定型啊 我已经很满意了 一拖过 黑棋再从这尖过来 除了他认为自己已经很满意之外呢 关键长号在这还准备了一个特殊的下法 这就是 剑缝插针的挖进去 这刀棋呢 富有挑战性 富有挑战性 如果不是左边白棋有这些零零碎碎的棋子 或者说这边黑棋比较强的话呢 本来这个挖还有点问题 因为黑棋有可能连根给他兜进来 有可能 但现在呢 长号经过仔细的这个安排之后呢 发现这个地方没问题 他能挖着这一下 所以他也就在这补了 没有抢先在这动手 为什么呢 你看现在如果你要叫吃 他街上 你在从这爬回来的时候 白棋再拐出来 下一步要吃这个 要么把这个头打下去 关键是呢 这个地方搬出来 这个白棋不怕 他有这个断完了之后可以兜打 就算什么时候被你滚打包 说你可以搬他不能断了 他也可以搬到这 举个例子来说 你比较他最凶悍的 他就是要下这个 那么你经过滚打包收之后 你要搬到这 那么白棋还可以搬到这 因为他这二路边有紫有接印 所以白棋不怕 既然白棋不怕 白棋挖着这一下 黑棋只能叫吃这个 让白棋接上的话呢 白棋这个效果呢 就使黑棋的外事呢 看起来子力多 但是没有那么好 他的外事没有那么好 也可能就是由于有了这个挖呀 长浩才在这补他 不然是可以走这个的 好了 下成这样之后呢 这个棋局呢 看上去也是几乎是四个角 四个定势啊 符合长浩和李长浩这两位 这个正统棋手的棋风 好像是这个局面啊 符合他们的棋风 下一步 黑棋李长浩要在下边这一带站大厂 但是他要先做一个铺垫 就是先从二路飞 这一招棋呢 实控 有一定的实控 关键是他有一种境界 就是试探一手捕捉战机的这么一种境界 那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走完这个之后 使白棋在这一线的大厂的价值降低 那么白棋要使这一带大厂价值增加 同时限制黑棋实控的发展的话呢 要用的手法就是外边靠住他 叫靠住他 长浩就这么靠了 这靠的语言就是黑棋的搬出来 白棋是绝对不怕的 可以让你吃掉这个子 但是白棋从这又钻到脚上来了 那么黑棋右边右下角这几个棋子 就非常窘迫 处境很糟糕 所以黑棋不能反抗 不能反抗怎么办呢 只能退回去 长浩意识到现在形势不错 所以稳稳当当的把这个退回来了 如果不是这样呢 他也可以考虑采取一些别的下法 比方说像这一代的大厂也是可以考虑的 也不是完全不能考虑的 还有这一代大厂也可以考虑 总之长浩就下了一个最朴实的下法 他就把这个退回来 这一退回来的时候 这个黑棋啊 李长浩站下边的大厂 因为这个显然就成为敌我双方的一个中心点了 现在这个大厂成为双方的中心点了 如果他不走 现在被白棋再走到这一线的话 这个白棋就太舒服了 所以黑棋李长浩站这个大厂 接下来长浩下了实控最大的一招 三三 这招棋实控太大了 我们大家除了像我们这次这个主题呢 说的是捕捉战机 当然是要把这个眼睛啊 尽量擦得亮一点 要看看盘上什么地方有战机 除此之外呢 还另外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 当然就是一招棋的价值 这招棋的价值怎么确定呢 我们大家肯定要会算 你要会算目数才行 这个三三的目数怎么算呢 我很困惑 准确的算法呢 很难 大体上一估算就很吓人 如果黑棋一走到这 他这个地方的目数 大体上是十十二十四亩 到这一线黑棋有十四亩 双方这个地方算力到底的话 白棋只有六亩 白棋只有六亩 现在白棋一爬 他刚才这的六亩突然变成了十四亩 至少是十四亩 这还有二路的拍打 但就算双方折半计算 就是他是增加了八亩棋 白棋至少增加八亩 同时呢 破掉了黑棋的接近十四亩 所以这个三三一爬进去 怎么看都是二十五亩 二十五亩还要带一点什么强弱厚薄之类的价值 就有这么大 二十五亩那就是简直太大 你吃了十个棋子也不够二十亩棋 所以这个现在他时空最大 但黑棋现在没有机会走这个 黑棋如果抢这个二十五亩最实惠的 白棋会站到下边啊 双方这个敌我双方消涨的要点 这个也可以 这个也可以 这个也很大 下一步二路还可以滑进去 所以李昌浩在这是没有办法 李昌浩只好走这个 那么昌浩就高高兴起把这个三三走了 李昌浩下一招就不肯立了 这一立等于很丢脸啊 等于人家先手把三三挡了一下 先手把你往这个低线压了一下 这个受不了 在其上呢 我们大家常常要注意的一个东西 一个现象 或者说要注意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 千万不能对手走一招 我就想都不想我就跟着他印一招 除了我们要强化脱线概念之外 关键还要算一笔经济账 他走了这一招 我跟着他印就意味着我不能走这一招了 那就被他先手便宜了 这个意识一定要有 好 现在我们再看 下沉这样之后呢 李昌浩在左上角点了两招 左上角呢 有一点点棋 但是这个棋并不是特别严重 并不是火烧眉毛 就是点了之后 他一病 白棋长浩一跳 左上角呢 有缓气节啊 双活啊 这些余味 白棋啊 暂时不怕 黑棋经过这个交换之后 下出了 这尖了尖顶了一下 白棋下立 然后下出了这个大飞 这个大飞这招棋呢 也是关系到敌我的消长 显然也是大长 因为如果你不走的话 白棋除了这一阵头 限制你的发展之外呢 他还自己有些扩张 还可以考虑下这个 注重自己扩张的话 还可以下这个 这样好像他这一代有个雷达 因为这一代白棋有先手 有个雷达网 中府好像可以成空 所以黑棋这招棋呢 也是李昌浩经过判断 形势并不乐观 但是呢 仍然必须这么下的一招 下完这个之后 黑棋这个白棋啊 长号是右边拆 这不仅仅是说拆边 边上空并不大 关键他拆过来之后 使自己这个幅度就增加了 那么这块棋就不怕点方了 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 叫做有些棋行天生有缺陷嘛 像这种有点方的棋呢 一定要警惕 现在白棋这个也算是 对这个点方警惕的一个方式 同时呢他是先手 你必须要硬 当然这个先手付出了代价 因为这个跳本身就很大 大概有接近20目的样子 这一跳和黑棋这一挡 接近20目的样子 不过这一招也不小 他走完这个之后 长号下一招就下出了所谓 这个棋子的配置有问题 不科学有毛病 但是你要看得见 你要抓得住 就是这样的问题 要在这个当中捕捉战机 就万万想不到 黑棋这有外事 这外事相当不错 这还有个大飞翘起头来了 这个形状长号 居然可以走到这去 这个是万万想不到的 但是当他走到这了 再仔细一看 发现这棋 黑棋拿他没有办法 为什么呢 这个棋形是 这个当然有先手的意味 这个子可以拉出来 此外他要需要的时候 这个跳刺你也很难受 你要挡在这 他长右先手 靠野先手 因为这个只要拉出来 你要冲斥到这 将来有这个冲的话 你这个地方还是个假眼 万一这个地方被他杀下来的话 这块黑棋还没活 总而言之 在这一线白棋有诸多借用 还有这一代 当然白棋也有诸多借用 所以长后这招棋下得很漂亮 就完全是所谓捕捉战机 白棋是捕捉到了战机 其实这招棋下 好像觉得李长后已经非常困难 局部他又不肯印 你说印在这有眉目 印在这待会人家把这个子一吃掉 你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个旗下的日子 觉得李长后不行了 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 觉得不行了 李长后到底是李长后 他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化解危机 他是先深冬及西 先点方 他点方 然后长后在这奋起反击 当然不肯印 反击的时候 他在借势出徐州 从这再跳出来 仍然盯着这个地方的问题 想要做这文章 关键他自己走走不好 他这个点方 他的本质还是在借劲 只不过这个借劲 不是通过腾锣的方式借劲 而是通过深冬及西的方式 唯谓旧照的方式 来借劲的 好 接着我们再看几招 白旗这招棋实在是下得太好 长后这招下得太好了 好 下一招棋 白旗是从这靠 就白旗从这反击出去 黑旗顺势一跳的时候 白旗先动手 抢先在这靠断 同时先出击也有一种侦察敌情的意思 靠黑旗当然要搬 白旗再一切断 这一切断的时候 李长浩当然肯定是陷入长考 陷入长考 最后一看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好忍耐 长 这会儿长浩又转换了攻防 对攻防又进行了转换 就是从这叫吃 这个只有跑 这个不能捞打 一捞打在里头全部活了 这个事越捞越大 这块还要死不行 这又跑 跑的时候白旗在追打 追打黑旗 还是只有长 白旗再把这个接上 好了 这个转换的攻防是什么结果呢 是白旗当然从这冲打出去之后 把黑旗这一线的防线给它撕破了 撕破的同时 把刚才拆边的一个旗子 勾下来吃掉了 同时吃掉的 这个还带了一些石 大概12木旗左右 也破坏了黑旗的空 这一代作战又是白旗获得了成功 当然天上两个子看上去就要弃掉了 但是这个已经弃之不可惜了 已经完成它的光荣使命了 典方这个子现在也没有用了 形同虚设 为什么呢 我们看看以下几招 当白旗这个地方活透并成空的时候 这个典方你断了也就那么大回事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显然是这样 这个非常容易理解 接下来是黑旗里程号在这顶 这一顶的时候白旗立 这是稳健的一手 这个地方当然也有一些别的下法 就是比较吓人了 就比方说白旗先在这爬 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 你要给我拐下去 我就从这给你翻打出来 然后这个地方扩大事态 但是如果你要硬呢 就被我先手便宜了 可是考虑到形势不错 长号就稳稳当当硬了 而且考虑到这个地方 就算李长号能够拐过来 这个白旗也叫顺势行旗 借力行旗也是一个道理 我顺势行旗更好 你拐到这个自然伤害了这个 这个就死得更干净了 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 长号就没有再做更多的追求 一拐一退 然后呢是这个黑骑士下一招 搬头 这搬头啊不能不佩服 就是李长号这位高手呢 虽然形势有些落后 但是他下起棋来呢 绝对是不慌不忙的 你说形势落后 我立刻就急了 然后就急了之后就想跳墙了 那就不合适了 李长号呢 他是稳稳当当的 该怎么走还是怎么走 他是慢慢的捕捉这个战机 当然临到中盘有的时候实在不行 这个棋要无理取闹了 他也会 这个逼上梁山他也会 但是他总是把这种呢留到最后 事实上这盘棋呢 就是在李长号几乎是在慢慢的等待当中啊 长号自己就露出了破绽 然后呢李长号抓住实际一冲击 长号一印错立刻就打垮 李长号就最后把长号打垮 就这种棋啊都是非常稳健的 等于后来白棋一搬 黑棋还退 他还退 就是把自己稳稳当当的把这棋抬高 给你留下一些缺陷 反正呢 现在世界上看上去呢 还没有特别大的棋 也只有这样慢慢等待 他一搬 他搬的时候白棋再从天上一阵头 这阵头呢限制黑棋的发展 然后呢 主要是限制黑棋的发展 然后呢心里还惦记着什么时候 有机会也许这两个子还可以拉起来跑 但是呢顺势而为 他绝不勉强 白棋有这个意思 但这阵呢毫无疑问 确实是 叫做很漂亮的一个阵头 叫做限制黑棋 然后想办法呢也许扩张自己 同时想办法将来有没有机会 把这两个子拉出去 总而言之 这个地方白棋这个调啊 就是所谓击中了对方棋子的搭配 棋子的配置 他的资源的配置就不对 击中了他的这个缺陷 从而呢使白棋确立了优势 但是正如我们大家在这个八强赛当中 知道的故事一样 后来确实是常浩一直行事都不错 然后小地方没有注意到 那个地方还有毛病 最后被李常浩一冲击 常浩就输掉了 好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 就是捕捉战机 捕捉战机呢 让我重复一下 希望我们大家以后能够用 在看不见战机的时候 找一个拐杖 什么拐杖呢 拿着拐杖在前面引路啊 这个拐杖就是试探应手 也许试探应手就可以给你带来直接的利益 也许试探应手能够给你创造出战机 那么除了试探应手之外呢 有些战机就是客观存在的实实在的存在的 比方说对方先天不足的骑行 有些骑行他就是有问题的 包括这个点方这个骑行 或者说以点方这个骑行为代表的 此外呢 还要盯着对方一些不肯气的骑子 那要把文章做够 他不肯气 你不要去打人家要气的子 那你花了三手机 吃掉人家一块 要气的骑也没有意思 说起来就是这样 还有呢 就是他有些骑子整体配合呢 在周围这个骑子的影响之下 整体配合 整体配置出了问题 比方说这个地方出了问题 那么就毫不犹豫的 深深的扎进去掉这刀骑 他其实很深入敌后了 可以说很深入了 但你只要有足够的判断 有一定的安排 那么这样的下法就可以 这个呢 捕捉战机可以说 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呢 也不是特别困难的 好 我们这次的话题就说到这 下一回呢 我们再说别的 谢谢你 谢谢你